脚踩踏垫走进室内或者从客运站走出来 旅客搭车南来北往 鞋底也要清洁消毒 这个消毒毯四个小时补充一次 那它的消毒效果一样只有1000ppm的 次级穿纳的漂白水 那对我们不管是病毒或者细菌 都有很大的防护力 抱持者能多一处消毒点 病毒流窜的机会就能更少一点 不过近站旅客似乎还搞不太清楚 这地点有什么特殊作用 台中市环保局之前跟台中火车站合作 让旅客裁进消毒水盘 但容易失滑 加上坐轮椅行动不便的旅客或行李箱 也无法通过 因此进阶2.0改用消毒毯跟吸水毯 环保局也希望高铁台中站 是否也能比照办理 我们会继续跟高铁沟通 那我们呼吁更多公司行号 只要你的鞋底会进到你的家里面 你的公司里面 这种室内消毒的前置作业 能够一起来配合 对此高铁公司说 咨询相关医疗防疫专家 综合评估防疫需求 旅客安全跟营运服务的一致性后认为 现阶段暂时不考虑 在车站增设鞋底消毒设备 也强调都有增加车站 倾销频率 维护旅客安全 台中市消防局的救护车 也有新的防疫作为 消毒完 把养生胶带拆完 然后之后 只要等消毒完之后 还要再请同人帮忙 再做养生胶带的动作 相较于之前 每一次结束任务后 都得要拆除 还有重贴这些塑胶布 现在台中市的救护车 防护跟分舱也有2.0版 针对救护专车内部改装 现在装上了塑胶隔板 利用烟雾机实测 气密情况 模拟疑似患者 坐在门边的独立空间 烟雾就比较不会流窜进设备器材区 假设我们今天遇到一些 无症状或轻症的患者 我们就可以请他坐在室内舱里面 然后可以在那边做一个隔离 消毒也会更方便 也不会污染到这一边的器材 不过每一次出勤后 还是要仔细消毒 先分舱人员分流方式 在勤务结束后 紧销回到队上 清洁消毒作业就能从原本贴膜 要花40分钟以上的时间 缩短为5到10分钟内完成 也降低消防队员的感染风险 TVBS新闻 吕正成红彩轮台中采访报道 请订阅按赞分享TVBS News频道 要开启小铃铛哦 还有还有下载TVBS新闻手机APP 随时掌握国内外大事